今天想要帶一下大家知道什麼是網劇 網劇其實這個名字已經不新鮮了 它在四十幾年前就有人在搬 然後就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只是說網劇在現在的科技發達的情況之下 所以網劇這件事情 像Facebook、愛情公寓、社群網站之類的 都可以有網劇的情況發生 然後哪些到底是網劇呢? 像美食 美食也是個網劇 像起司 他要辦一個 就是邀請大家來吃飯 一起吃比較快樂這件事情 是不是除了自己的朋友以外 也可以邀請一些網友 一些不認識的朋友來一起吃東西 一起分享故事 然後我目前也有打算辦一些像是 一起包水餃的活動 就是說六月份的時候不是會有光路景 然後我們 相信大家很少包肉粽 然後路肯請一些阿媽來教大家怎麼包肉粽 這也是一種美食的網劇 然後旅遊呢 旅遊有什麼? 就是這樣子我們可以騎腳踏車環道 或是說我們可以去安庭逛一下 呃台南的安庭 或是說去高雄的西竹灣這個逛一下 這個就是旅遊的那個網劇 好 然後單身網劇就有更多了 這個很多單位都有在辦 這不要講 然後桌遊呢 桌遊我在這個禮拜三 我已經有辦了第一場 示範的經驗就是得到兩位完全沒有玩過桌遊的人 然後讓他們重新就是認識的桌遊 然後讓他們有接觸到桌遊的這個情況 然後我也可能也會在未來就是每個月 或是每兩禮拜就辦一次桌遊 然後目前是在台南 有相關訊息我也可以非常給大家 然後攝影也有很多 像剛剛也有人提到攝影的活動 這也是透過網路去發起了一個活動 然後是不是也算是一種網劇呢? 好 那阿西雲 目前阿西雲已經很多人 那的話 只要有玩過阿西雲的 只要在一個群組裡面有相當的時間的話 通常他們都會說 欸 要不要出來見過面 因為大家在線上面 煞車聊天 河中的見過面 那的話大家吃個飯 然後這個就是一場網劇 好 那我現在能不能邀請大家說 欸 我現在有一台Apple 我現在有一台Mac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使用的經驗 這也是一場 好 很多 下次唱歌 我辦了七場 好 等一下就會成 好 然後就是遊戲 遊戲公會阿聯盟阿或是甚麼東西都有 好 聊天室也蠻多的 好 這不要講 然後公會就是跟遊戲阿或是一些協會或是一些社會團體之類的都有 論壇也是 我一開始就是從論壇去發小說發心思上文之類的 然後認識了一群喜愛我文章的人 然後我有這個機會去跟他們見面 然後這也是一場網劇 好 然後最後就是童志 然後童志的網劇 所以我不方便說 好 就這樣子 好 然後到幕 對 好 那話 真的是誰 大家都知道 這是馬英九 然後他也曾經辦一場網劇 然後 第一場 總共有兩場 第一場是 透過篩選擇 然後第二場是透過抽籤的方式 然後他是不是我們也有機會邀請總共來辦一場網劇呢 這一次有可能 好 然後這是誰呢 那是 很準 對 蔡英文很厲害 好 蔡英文也辦了一場網劇 然後他就是透過網路去 因為 他認為說 大家的意見都很視重大方面 然後他透過網劇的方面 邀請所有的網友來參與 然後他有互動的方式 好 好 這是一個 那一個網劇的案例 然後這也是一場網劇的案例 然後這也是一場網劇的案例 這個是直接 沒有 就是直接 好 然後這也是一場網劇 對 這都是遊戲 那的話 故障創辦人 我有親自問 就是親自問 那個問問問 你 對於網劇這個開法是什麼 然後他說 他非常的樂意去參加網劇這件事情 因為他也自己常常辦網劇 他的共同創辦人 也是從一個論壇去認識 然後 然後有兩個國家 創辦了這個鋪浪這品牌 所以 網劇是美好的事情 對 接下來就是 好 剛才的內涵 他們有辦過網劇 那的話 聖也有辦過網劇 那的話 呃 植物也辦過網劇 就是 各種任何東西都有辦過網劇 對 好 那的話 我分享一下我辦過 我在英文96年 我辦了第一場網劇 那的話 呃 這一場我沒有記錯是二十六八走 九個人 對 我第一場網 就辦了九個人 然後第二場 有九個人在繼續去 呃 去推廣 去邀請人 然後我 呃 我剛剛第一場 怎麼邀請的 我就是在一個論壇 叫做台灣論壇 現在到了 可是 我就是在那邊 發了一篇文章 欸說 欸我台南的 我想要辦一場網劇 然後在 我們一起來唱歌 然後來認識朋友 然後 莫名其妙就有八個人 就是 家我之久 所以八個人就來參加我 然後我因此認識八個人 對 那一場是 這一場是寒假 然後這場 童年是數假 然後莫名其妙的 就那真家人 然後我也認識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 呃 覺得不錯 因為很多人像是 這一個比較漂亮的 他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對 就是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了解 他說 欸你的模特兒 到底是在做什麼 或是說 相當的東西 我也因此認識了 熱味這樣子 好 然後 那第三場 莫名其妙的 又有真家人 對 然後我就一直辦 一直辦 每年兩天暑假我都辦 其實我不辦 就是一堆固定的人 然後說 欸你今天要不要 你今年談價不暑假 有沒有要辦 喔我有點麻 可是 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 最後說 好啦我辦 所以我又辦了一場 然後又辦了一場 繼續辦 對 然後辦到這一場 我就覺得 欸 三四是一個人 莫名其妙我 因為就是發一篇文章 然後一樣的時間 一樣的 可能時間還是很少 因為我把之前的 那個地點 那個時間 改一下 我就辦了一場 對 就這麼簡單 然後打個地方 欸我要三四人的寶箱 OK 定完 然後就莫名其妙有這麼多人 好 那我做了改變 因為我覺得一直在 天地賓 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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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好 好 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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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場 然後辦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全台的人 都了解 網具到底是在幹嘛的 然後 我們還 現場討論了 N百次 然後 還自己畫東西 然後自己去設計所有的光塔 然後 還畫笑地圖 然後這個是台南場 然後 每一場都有特定的 那個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 就是用 那個 一個牌子 好 這是 這是 一百年了 對 這個 網具就不是唱歌 這是一個闖關的活動 然後 然後 好 繼續 那接下來 我又改變了 我想要辦一些 桌遊 我想要辦一些美食 想要辦一些 更不一樣的東西 我不想要只是一個 單組的 一個網具 因為我想要透過不一樣的東西 來認識更多的 這件事 對 好 因此我 成立了一個協會 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協會 一個非英國的組織協會 這就叫做 台灣優質網路聚會 特管發展協會 對 這是我的真書 跟我當選理事長的 那個 後果 然後 好 這就是看完了 好 這就是我們的宗旨 就是 體倡優質網路活動 來建立良好的網路形象 這樣子 然後 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 中指 跟一些章程 這樣子 然後有興趣的朋友 跟我去索取資料 就是 好 然後 為什麼我要辦這個東西 因為我發現說 排桶參加的比率 已經大幅提升 從原本的15% 100年就15% 然後我96年辦的到底是幾% 一定是低於10% 然後現在已經大幅提升到這樣子了 然後有 那相信大家對於網局也很敏感 就是說一些不安心的相關事情發生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有一個非你組織 一個政府 呃 內政不合定的一個組織來舉辦的話 其實會有安全性的問題 會比較降低 然後我們通過 呃 良好的組織跟系統性 去舉辦的話 然後讓大家也認同 網局這些事情是好的 然後可以認識更多人 跟文化的交流 之類等等 好 好 謝謝大家 好